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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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摸了摸女儿的头 笑着道 去看看爸爸的行李箱里有什么 陆子姨一听 眼睛立刻亮了起来 蹦跌蹦跌地来到陆毅的行李箱前 慢慢地打开 当她看见有一件漂亮的公主群时 立刻欢呼道 这个也太漂亮了 爸爸 你最好了 我最喜欢你了 今夏看着女儿拿起那件漂亮的公主群比来比去 不禁傻了眼 她疑惑地看向陆毅 问道 你什么时候买的 陆毅故作神秘 洋洋得意 得道 秘密 你怎么知道紫衣喜欢公主群 陆毅依旧一副欠奏的模样 轻声道 秘密 今夏撇了撇嘴 不悦道 得性 紫衣拉着陆毅的小手 开心 得道 爸爸 你能和我去换衣服吗 好呀 今夏看着陆毅牵着女儿的小手往楼上走去 不禁撇了撇嘴 陆子嘉忍不住吐槽道 爸爸真偏心 只给妹妹买礼物 都没有给我买 以后我不和他好了 今夏摸了摸儿子的头 安慰道 你的变形金刚也是爸爸帮忙挑选的 所以咱们不要和他一般见识了好不好 陆子嘉低头看了一眼自己手中的变形金刚 一脸不信 问道 妈妈 你确定没有骗我 这是爸爸帮我选的吗 今夏安慰道 当然了 若是爸爸不帮忙 妈妈哪里懂这些 陆子嘉依旧不信 我才不信呢 他才不会这样好心呢 今夏不再纠结这个话题 而是牵着儿子的小手 笑着道 回房间妈妈陪你玩变形金刚好不好 陆子嘉心情方才好转 点了点头 表示同意 今夏一手牵着陆子霄 一手牵着陆子嘉 往楼上房间走去 后来 今夏软磨硬泡 想知道陆毅何时给女儿偷偷买的公主裙 但是 陆毅一直都不肯说 只回复两个字道 秘密 陆毅说 这是他和女儿的秘密 他答应了女儿不告诉别人 便要信守诺言 今夏倒是不以为意 觉得他只是一个小孩子 况且就算告诉他 他也不会告诉别人 只是 陆毅依旧不肯告诉他 他向来嘴言 看着明顽不灵的陆毅 今夏便觉得生气 为了惩罚他 今夏假装来姨妈 一个星期不让他近身 陆毅发现时已经晚了 因为今夏的姨妈真的来了 以至于陆毅半个月之久 未能够得偿所愿 当然 待今夏姨妈离开后 陆毅又狠狠地报复一番 叫他调皮 最近 今夏发现 陆毅越发地和女儿亲近了 他仔细回想 竟然不知道从何时起 陆毅开始和女儿亲近起来的 人家都说异性相惜 爸爸比较偏疼女儿 可是 最初今夏并没有这个感觉 他还一直以为陆毅与常人不同 对所有孩子都一视同仁 可是 随着女儿逐渐地长大 他发现 陆毅变了 不再一视同仁 而是与其他爸爸一样 天疼女儿 比如 在吃饭这个问题上 陆毅是很不喜欢小孩子挑食的 最初 他也做到了一视同仁 孩子们任何一个人都不可以挑食 可是 最近今夏发现 陆毅竟然默许陆子怡挑食的行为了 他在餐桌上 频繁地看见 陆子怡将自己不喜欢吃的菜挑给陆毅吃 而陆毅呢 也会给子怡家他喜欢吃的菜 除此之外 今夏还发现陆毅会给子怡买漂亮的小裙子 今夏比较大大咧咧 是男孩子的性格 因为他不喜欢穿裙子 所以很少给女儿买裙子 可是 最近他却发现 陆毅总是时不时地 便给女儿买一件漂亮的小裙子 面对陆毅的反常 今夏只觉得不可思议 甚至略有些吃味地调侃他 你都没有给我买过裙子 整日只知道给你女儿买裙子 陆毅总是会淡定地反驳 不是我不给你买 而是给你买 你会穿吗 虽然陆毅说的是实话 但是今夏还是忍不住哼哼两声